红色断带黄色鼻子的日本可爱卡通角色凯蒂猫 今年11月即将欢庆50岁生日 凯蒂猫可爱形象席卷全球半世纪 不过三丽欧日前再度澄清她的真实身份震惊所有人 凯蒂猫有一对猫耳朵但竟然不是猫 三丽欧副总裁指出她是脸上有胡须的人类小女孩 她还有养一只宠物猫跟叫做丹尼尔的男朋友 同时也透露她的身高与体重 凯蒂猫真实身份揭晓粉丝都好惊讶 小朋友纷纷大喊无法接受 就连家长也都说根本不敢相信 事实上三丽欧2014年就曾曝光凯蒂猫的真实身份 她于1974年11月1号首次亮相 是设计师清水玉子的原创作品 创作理念来自清水本身有养猫非常喜欢猫咪 并配合三丽欧创办人在商品上加上可爱图案的行销策略从而诞生 凯蒂猫第一款商品是一个可爱的小铃钱包 自此全部商品在日本销售量暴风式成长 并越上国际舞台 尽管真实身份曝光震惊许多人 但粉丝仍非常期待 十一月与最心爱的凯蒂猫欢度生日 高中新闻黄胜博音乐者报道